她希望说是肥的才是美 那也要怎么讲 油脂脂的才是美 那同样的人的年龄也会改变 你可以看印度的那个保莱坞的那些女性一个个都很美 你看看她妈妈一个肥的跟什么一样 跟个那个马铃薯一样Potato一样 那跟地瓜一样 长的那个身材 肚子肥得要死 那你就知道这个美女 现在是中国 现在是那个印度小姐好了 或者是印度隐形好了 将来她老的时候 到中年以后 她就会跟她母亲一样 因为遗传写在这边 基因写得很清楚 就是照这个剧本走 那你现在看到的那个美是不能够永恒的 那如何要永恒呢 只有内在 灵魂才是永恒的 也就是你要熏修的文化艺术 是熏修到灵魂里面去 也就是佛教里面讲的阿赖耶士 胎常士 我们历代熏修就熏到灵魂里面去 人会那个寿命终了就去世 去世之后 灵魂不灭 所以你到下一辈子 再投胎转世之后 如果遇到 刚好遇到这缘分 臭巧的时候就激活了你的前世的记忆 因此所谓疏到今生读以词 为什么会有天才 就是他本来就有这个基底在 这个基底是前世修来的 这就是佛家的说法 以上的凡事种种 今天是4月4号儿童节 我刚刚已经讲过 后生可畏 来者难屋 因此你必须要好好的为大家 为国家 为你家 来好好的培育你的子弟 4月4号儿童节 你要带着孩子们 启发他的眼耳鼻舌生意 意就是mind 以上跟各位分享 美誉 其实这本书 这么畅销的这本书 我刚刚讲过 技术含量跟知识含量 其实没有什么 但是它只要启发你 要你去动作 比如说我刚刚讲过说 喝彩 你要去看表演的时候 要喝彩 我的第一步就教孩子喝彩 那有的人 有的有 台湾的有些搞戏曲的人 说你这个这招太老了 可是我看大陆还在用 而且是年轻的一辈子 四十几岁的人 明觉他就讲说 这个唱戏唱到这边的时候 他就是要让你准备 让你喝彩的时候 那同样的 我已经讲过说 那个拍子跟拍子之间 你常常听看戏的人 你就知道哪个点 哪个节点要喝彩 他就是要等你喝彩嘛 这个所谓喝彩 就是演员的维他命嘛 那再来就是拥抱 这上面就讲说 他很缺乏这个经验 我的孩子完全不缺这个经验 是因为我从 我父亲对我就不缺这个经验 他任劳任怨 同样的 我的孩子在我身上 熟悉的经验非常丰富 拍奶的经验非常丰富 如何抱孩子的经验 我非常丰富 所以这些对我来讲都不陌生 我也相信说 这些东西都会潜移默化到 他的潜意识里面去 他会记得 将来这一招你不用教他 他自然就会如何抱小孩 如何对待他的孩子们 这就是爱的传递 天地有大美 而不言 不需要言语文字 以上跟各位分享 这个4月4号儿童节 谢谢